大家好,我是惠惠,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创新的花姐做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在160毫升的温水里面倒入三颗的酵母,给它搅拌均匀 盆里倒入300克的面粉 用酵母水和面边倒边搅拌 搅成大的棉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这个面我们要多揉一会儿,给它揉匀揉透 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放到案板上,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丁丁的剂子 取一个剂子,放到案板上,揉搓一下 然后再给它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用手给它压扁 表面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个油呢也不要太多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接口处给它捏紧 用两根筷子在下面给它夹一下 然后把这两端往下挤呀 底部呢一定要给它捏紧 这一侧呢,给它往外揪一下 这样一个玻璃的头就出来了 上面给它粘上芝麻,给它当眼睛 这样一个小蝴鸟的形状就做好了 盖上盖子,饧发半个小时 看一下,现在已经明显想法两倍大了 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15分钟 使劲到焖5分钟打开盖子 哇,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非常的渲软 把它取出来 看看我们的小蜗牛花脚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颜色也是非常的亮白 非常的蓬松渲软 只需要一次发面就可以成型 这样子做呢,大家节省了时间 而且这个形状也是非常的可爱 家里有宝宝的可以尝试一下 喜欢后会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